1、2、3、2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早前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因為存貨充足暫時停闖 而台前幕後享受了 兩個星期的短暫假期 這日大家都叉爆電 出席宣傳活動 跟大家賀中秋 之前袁文傑親放假 急急入院做手術 處理膝頭救患 真的趁著公司 之前有兩個星期可以休息一下 真的不如就做了它 當然了 我們做事很配合 但現在的情況如何? 現在已經揮發了一指魚 現在走是沒問題的 之前就因為坐下 坐下一會再起身 也會像筋收縮一樣 要踩一踩兩步才可以走順 現在就起床蹲下就沒什麼 但現在醫生怎樣說 醫生有些最保障的說話 就是以後也不要做那麼多劇烈的運動 以後我說以後 以後你踢球怎麼辦 以後 我說跑步那些儘量少跑 都是那幾句 叫你是游泳 游泳永遠最好 至於張景淳就趁這個假期 去了日本旅行八天 而作為非聞女友的呂惠儀 因為兒子要開學而未能同行 但她很好奇 以警淳一師公去日本到底玩什麼呢 自己一個去日本有很多東西玩的 你玩了什麼 對,他幫我問了 我幫你問 其實你自己心裡想問而已 好奇 我想說有個神預計 偏期有一個神預計 我在日本的時候 她偏偏播了有一集 是說我和袁文傑和家傑三之公去日本 對 人體性那個 對 即是說男人一個人去日本 可以很多東西玩 但我是宅男來的 所以去到除了抽葉園 中夜看玩具 都是去到廉仓那裡看看 一個籃球動漫的景點 2024香港小姐冠軍 威樂林剛剛出爐 但網絡瘋傳冠軍 和愛回家的Rebecca撞樣 作為當事人的沈可欣 也很感謝大家 這麼抬舉她的顏值 謝謝大家這麼抬舉我和她撞樣 她又年輕又美女 也是今屆港姐冠軍 我當時我覺得她不太像 反而我覺得她有點像盧淑儀 是 我現場看家裡電視時 我覺得她有點像盧淑儀 是 想去見一下她的真人 看看她應該真人會漂亮一點 是 想怕我應該比她差 你給自己一點信心 我們找一個監製 我現在監製 找一場 你們… 姐妹是嗎 姐妹做 是嗎 監製 想想想她 活動之後一天 就是古佩玲25歲生日 難得正一生日 她還有得放假 加上哥哥一家人來香港陪她過節 令她這個生日過得相當溫暖 明天就正一生日 那今晚自己又如何過 又剛好中秋 今晚… 今晚就是… 因為我一向大部分時間 都是一個人在香港 今晚我哥哥帶著她的寶寶 和我嫂子一家人過來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可以一家團聚 今年自己有甚麼生日願望 生日願望 我也是希望… 其實都是大家開心 健康 因為我覺得 身心的狀態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可以多些跟我… 我的小狗… 我的小狗… 我以為是陳俊廷 你是誰 她有沒有甚麼表示 畢竟是非問男友 沒有啊 還沒有啊 不要啊 謝謝老師 讓我 assistance 好營稿 不要啊